这是入口中山纪念堂售票处 票是10元,65岁以上是免费 是一个4A级的景点 有个小食部,顺便买些东西 再过来这边,就有个中山纪念堂历史陈列馆 进来见到先中山先生的像 很多历史的图片 很注意那些伤残人士 这里是可以轮椅,都可以一路进来 旁边走过来,就看到这个建筑的旁边 还没有人都正门 这里是有另外一座建筑物 这是纪念堂的管理站 是广州出名的树 本地处之间这棵树 哇,真是老得很紧要,大得很紧要 很有型 整个树桿都生满了其他那些富山 是木棉王 有指示过来 原来真的找到树抱树了 看下哪一棵树 最后找到,原来牌离开这棵树 是稍微软一点 这棵树自己生上去 忽然间,原来在树身中间 有另一棵不同类的 好像椰树、葵树那些生了出来 上面是另一种树来的 而旁边是原生很大枝那棵树 近距来看大唐东门 出之见到正门了 这个顶是1929年 是石湾制的 上面刻有这个总理遗筑 看出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广场 当然有先中山先生 一个雕像 站在正中间 当年留下的石刻 入口的门楼 旁边有售票柱 是用云石砌的 这里有很多条大柱 柱脚是相当漂亮的 是用於人生的 童胞的门楼 vernig 原来远向 哪些驾飘 中山博富場 已到尾 朗东一幕,先进去看看 果然眼前一亮,这个唐大陆不得了 所有这些都是座位,还有楼上的 康线和座位都很漂亮 再望望的天花 就觉得当时建筑的伟大 一条柱都没有,中间一个大圆拱 很特别,在楼口有个位置 如果是不知我来做后备的 这座椅就可以做加位 下一个 在舞台看出去 这里是后台 这个位置是可以出台的 旁边就是管理音响的咪的那些 两边都有很多咪插 只是看一看这些咪插 都觉得哇 不得了 这个台是相当深的 木板也很漂亮 一直深入去 才是墙壁的位置 所以如果这里是做大型的表演 也是相当好的地方 现在站在最侧的位置 就是大堂前 看着台的左手边 再看一片 舞台的前面 是用白玉石的欄杆 一路很长很长 都是在舞台的前面 是有这些栏杆 精雕细夺 看样子 都很有历史性 这儿 安排的通道 是四条 左边两条 右边也是两条通道 所以我想疏散 各种东西都是很方便 这儿有蛇灯 这儿有蛇灯 木制室 外面 旁边有贵宾 所以如果他们在这里 休息完 参加这个聚会 就很方便 出来这些位置 立即进去 就已经是这个 前面的座位了 这里是贵宾室 里面的样子 大礼堂外面的走廊 这里是可以随便参观的 全部有很多 历史的资料 在这里 所以可以一直参观 再看回历史 郭芙的名字 是命名的 标准的中山庄 是有四个袋子 代表国之四位 即是礼仪廉史 五粒楼 这个五字 就特别了 亦都可以五族共和 爱满蒙埃藏 亦都可以表示仁义礼自信 亦都是 五权宪法的学说 盡头有三粒楼 是代表 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 亦都代表平等 自由 博爱 全国背部 是无逢的 表示中华民族 这个国家 就不会分裂的 有几件 国父先中山先生用过的物品 一颗礼帽 其中有手枪 不过借了出去 被人展览 所以暂时 先看着这个公仔 纪念堂 纪念堂 回廊 的展览室 由地上一个廊 过来 側近这个楼梯 就是上去楼上了 在楼梯的外面 都是介绍的 这个建筑 当然 有很多中西合璧的建筑 都在这里 展列出来 当然 这个中山纪念堂 就是其中一个表表者 就是了 落成当年的纪念堂 全景拍下了 当然是黑白照 主名的陈仔堂 当年是最高军政掌管 是非常支持 建这个中山纪念堂 当年已经很巧妙设计 有些通风口 一直是 外面的风 传到这个礼堂里面 在座位下面 用这个气流气压叉的原理 能够得到自然的冬暖夏凉的效果 排水系统 特别讲究 在天花上面 已经做好了排水的地方 藏了那些落地的溝泉 所以外面是不会影响建筑的看法 屋顶上面的天溝 是意图 八角形的顶 钢架是最精彩的了 这么大的空间 没有柱 就全靠这个顶 当时施工的情况 这些钢架 有些叫展力墙 这里看到一个大的钢架 在两边的展力墙 也都会收得很好的 这些展力墙全部收在墙里面 所以是看不到的 这个就是很精彩的八角顶 整个钢架结构 这些墙全部都是意大利水磨石 但地上的图案是很漂亮的 暗栏都是水磨石 以前很流行的 我问这些是不是以前的 他说这些就是以前的图案 这些图案 总理圍象的 那个 钢架 花干石製造 旗干柱另一边 旗干柱另一边 在这个像 向前望的方向 花位很漂亮 再望出去 就是正式的入门口 大马路 大马路 哇 这个树根 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的雕刻 自然的雕工 靓得很重要 还有一条很粗的气筋 下来 很漂亮的树 这个大花园里面 不止一棵 是很多棵 在旁边 就是这个 云学画表 好 在这边光的地方 再看一看 顶那边 看到一只河了 下面是长云 最后的她们 再看一遍 我们的花园里面